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被人类寄予了许多愿望 幸福和平 自由独立 健康快乐 这些花卉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表达了人们丰富的情感 正是如此 将花卉作为礼物 是其他任何礼品都无法替代的 花卉是时尚的高雅礼品 礼品花的花器是各种各样的 它可以是一张纸 一个盒子 一个篮子 甚至一个玻璃鱼缸 只要能凸显花财的美 表达出送花人的感情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 礼品花的结构造型 完整的礼品花花束有三部分组成 花体部分 花束上部以花材为主 经过艺术加工展示的部分 手柄 花束上工握手的部分 为了方便我们手握 因此花柄一般不短于10厘米 装饰 花束于花体间的装饰体 装饰体的位置以花体的捆扎位来确定 如图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下各种礼品花的造型 首先单面观赏花束 具体的花形有 扇型花束 维羽型花束 直线型花束 第二种是四周观赏型花束 四周观赏型花束 四周观赏型花束是一种手持状态下 四周都具备可观赏型的花束 四周观赏花束制作方法有 漏斗型花束 半球型花束 火炬型花束 放射型花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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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局部外挑花束 第三种 单枝花束 最后还有礼盒花束 最后还有礼盒花束 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